然後你看我就是從中間往外掃 中間往外掃 你有看到刷痕嗎? No 我覺得我手好快 我好像那個老鼠 你知道老鼠抓癢後很快 有一種快轉的感覺 如果你是很愛你知道微整妝容的人 這一種刷子才可以給你 最精準的上修容和打亮的位置 有買過淘寶刷具的人應該都會知道這個品牌 三個字給你猜 3 2 1 艾諾奇 有沒有猜到 其實艾諾奇這個品牌真的蠻久遠的 從我踏入這個YouTuber這個行列的時候呢 就認識他了 然後我自己也有買過好幾次 然後到現在都還在用那些刷具 那這一次呢是要跟你們分享 他新推出的一系列 成光刷具 一套的話是12支 但是也有分開買啦 反正我就是通通用給你們看 然後順便跟你們講就是 使用的感受是怎麼樣 那這個系列呢 他除了粉底和遮瑕刷以外呢 全部都是細光鋒羊毛 然後羊毛他是屬於就比較偏扎實一點點啦 但是又比麻毛再柔軟一些 但是呢 你不要看他說啊這樣甩起來好像他沒有什麼彈性 不了 刷到臉上的時候 用起來是非常輕柔的 不管任何角度都不會刺到臉 非常好 很舒服 然後這個系列呢 他的筆桿是用大果子彈木筆桿 那我個人覺得用這種石木筆桿的好處就是說 嗯 他比較不會脫皮 應該很多人都有用過就是裡面是木頭筆桿 然後外面包了一層皮在外面的那種筆桿吧 用久之後呢就會開始想要換身 他就是你知道因為我們會清洗嘛 然後他就會沾到水 但即便我們把它封乾了 可是他還是久了之後就會想要脫皮 那我就覺得那種很討厭 然後像這種就真的是石木的筆桿 他就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但大家還是要注意啦 因為畢竟他也是木頭 所以我們就是有沾到水啊 什麼清理刷具的之後呢 還是要注意就是要等他完全封乾之後再把它收起來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就是我很喜歡刷具的重心 就是你知道在握的時候呢 他會你有沒有看到 刷毛的地方會微微的往前傾 然後後面是往後翹 那微微的往前傾的好處就是 當我們這樣子握的時候呢 刷臉的時候這個使用上更加的順手 但他的重量是微微的向前傾 而不是超重的那種 所以會讓我們就是很好握就對了 然後再來握柄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他也設計得很好 就是他是屬於這種圓圓滾滾型的握柄 但是呢他前出後系 很好握 就是你握前握後都好握 但沒有人會握這麼圓啊 這也太奇怪了吧 本來就是你握前面還是握稍微後面一點點 都是好握的 因為他是圓滾滾的這種圓筒型的握柄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這樣子我就360度我想怎麼握就怎麼握 因為我很討厭有一些刷具 他就你知道假搞 就想要把這個握柄設計的就是規定你一定要這樣子握 就好像我們小時候要學握筆怎麼寫字的那種 練習握筆的那種工具 我超討厭那個東西的 然後基本上這支刷具的外型啊 然後整個設計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是有一點我個人是還是要提出來一下 就是這個刷具上面是沒有標記型號的 所以我就是不知道型號 當然我知道每一支型號是什麼啦 我等一下還是會標記上去 可是我就是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有型號 因為我有時候可能沒有在找刷毛 我就直接看型號 因為有一些刷子你知道嗎 它的size都差不多 沒有型號的話一時之間很難去辨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這是我覺得唯一的小缺點 再來我們要開始上妝了 這個是粉底刷 那像這種圓形的粉底刷呢 它可以說是你知道刷具界的美妝蛋 可以讓你很快速的上完全臉 而且又沒有任何的技巧可言 然後我自己是喜歡先把粉底這樣揉開一點之後 再用刷具直接沾去 所以這比較快速的方法 因為像這種刷具呢 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不太會有刷痕 然後你看我就是從中間往外掃 中間往外掃 你有看到刷痕嗎 NO 就是零基礎也可以使用的刷具 是任何新手老手都可以用的那種 是不是完全沒有刷痕 而且你看上面的毛也沒有糾結在一起 我覺得比一般的圓形刷來說 算是偏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好處就是 第一個下去的時候呢是舒服的 第二個呢你推開然後要把它暈開的時候 是比較方便暈的 所以它是有支撐度 但是又不會過硬的一把刷子 再來同系列呢它還有出這個遮瑕刷 做小版的美妝蛋的道理 然後就可以做到就是像是眼頭啊 眼尾啊 鼻翼等等的一些比較細節的部位 像這種圓形刷就是很適合做一些彈壓的動作 因為它就跟美妝蛋一樣很適合這樣壓彈 壓彈壓彈壓彈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粉底啊底妝啊 整個彈到我們的那個毛孔裡面和細紋裡面 會非常非常的服貼 再來就是要上到蜜粉這一part了 那我的蜜粉呢通常只上在這個鑽石區域 這一區 因為我覺得T字比較容易出油啦 然後還有這個動態紋的地方呢 我需要去加強一下 那我現在要拿出的是這支打亮刷 這個打亮刷呢它是做斜角 但是圓形的 所以呢你看毛很鬆的那種路線 試著拿來畫打亮 它原本應該是設定就是畫像這種顴骨的打亮 鼻尖啊下巴等等的 但我覺得這個尺寸呢 它其實也很適合拿來當那個蜜粉的局部刷 你看它用在我的眼周 有多順手 這size就是剛剛好啊 又可以把這個蜜粉塞到眼下 然後同時呢又可以把它暈開這樣子 而且它這個刷子真的很舒服耶 這我到現在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一點點刺 再來下面一支呢叫做多功能刷 我覺得這個刷子呢其實還蠻適合新手尺寸啦 它比較是適中型就是要大你也不會說它很大 要小它又不會太小就是比較剛好的 然後這個刷子它就是屬於扁平 毛又是鬆的 表面也是做這種半弧形的 就變成它要上什麼東西都很好上 像是你要上蜜粉就是一定的 你要拿來當做修容也是可以把它壓扁一點點 就可以當修容刷 然後拿來當腮紅刷也可以 因為它本身是橢圓形的 所以你要打圓圈的那種腮紅把它暈染開來也是OK的 或是拿來當雲色刷也可以 也就是說你上修容腮紅打亮 然後你想要把它這個顏色融合得更好 就是拿一把乾淨的刷子 然後這樣子輕輕的畫圈掃過一下 把這個顏色融合得更沒有邊際 這個當雲色刷也很OK 然後我現在是要把蜜粉上在髮肌線的位置 就是這樣按壓一圈 我覺得這個尺寸對我來說是剛好的 我覺得我手好快 我好像那個老鼠了 你知道老鼠抓癢後很快 就有一種快轉的感覺 再來我們來看眼部刷 一套四支 各別拿出來買的 然後像這個圓形的呢 它就是雲色刷 然後再來這個呢 它是微扁的鬆刷 這個叫做鋪色刷 然後這個是上色的刷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細部的眼影刷 這四支其實也很適合新手購入 因為這就是最基本的上眼妝 需要用到的四個尺寸 今天呢我要使用的是這種 全部裸裸粉粉的顏色 我非常喜歡這種顏色 我現在是直接用鋪粉刷 然後上眼妝 就是把這個大面積的顏色先勻一遍 這邊是上眼窩色 那我因為我們知道 本身眼睛就是 五官比較有點凹太凹了 所以我通常會畫一個微亮的顏色 鋪在我的眼中 這個部分是看起來比較明亮的 削弱我的骨骼感 再來我就直接拿這支扁平的刷子 我今天眼妝的阻塞掉 我會直接上在雙眼皮折內 然後因為它這個扁刷呢 其實微鬆的那種扁刷 所以它還是可以暈染邊際的 我不需要再拿另外一支刷子來 就是把這個邊緣暈染開來 就可以暈到一個很自然的漸層感 有沒有 有吧 下眼影一起畫 它這個刷子啊就是扁 範圍比較小的位置也是很容易上色 而且有沒有看到我都是在亂刷 就是亂刷就是也可以刷的很自然 然後有漸層感 再來我要拿這個錐形刷 這錐形刷超級好用的 我自己就有好幾支 因為像這種呢 它就是很適合拿來當細部的 不管是提亮啊 還是你知道加重顏色的地方 如果你是眼尾要加重顏色 你就可以幫你加一點點 然後如果你說什麼打亮眼頭臥殘 也是你看就這樣 就這樣上去了 上的那個顏色是非常精準的 就是不會跑到其他的區域這樣 而且這一支它不只可以畫眼睛 像是你要鼻頭打亮啊 或者是你知道人中窩 你知道這邊要加深啊 或是唇峰啊 或是你要拿來暈染 就是你的嘴唇的邊際 都很好用 這一支超級好用 超萬用的 最後拿這一支呢 當做眼影的就是一個收尾 就是如果你眼周有色塊 暈不均勻的話呢 你可以拿一支圓形的鬆刷 然後沾取蜜粉 再周圍這樣子清掃一遍 這樣就可以把你的眼影 這個周邊的這個顏色呢 變成做得更自然 我通常就這樣直接亂刷啦 因為這本來就沒什麼技巧 你只是沿著你的眼影邊緣刷一圈而已 再來就是腮紅和修容了 你們看這兩支刷子 如果你是很愛微整妝容的人 這種刷子才可以給你最精準的上修容和打亮的位置 像這一支的話呢 它是這個腮紅刷 它是屬於你知道圓 但是斜角 然後毛非常非常的鬆 很自然的腮紅感 然後圓的還是斜的 平的都可以 然後這個是修容刷 就是一看就是斜角的嘛 但它也是鬆的 就上出來的那個妝真的很自然 我現在先用修容給你們看 像我要修的位置其實非常的小 就是這一塊而已 就這麼小啊 然後我有時候那個修容刷太大 我就是真的很容易暈那個範圍就太大 你看像我這樣直接打圈 然後就是直接就是上在我要的位置了 所以我最喜歡這種小而鬆的刷子 它就可以給我很精準的上妝位置 我就再也不會上錯了 因為我上的就是範圍就這樣而已 然後我上面就要打亮了 但是你知道太大的刷子 我就會整個上到這麼寬 這樣就沒有辦法讓我修飾點心了 所以範圍不夠大的話 你就是再慢慢疊加就好了 就是最好就是小刷可以做一個多次的修正 然後你看像我這樣暈 就是隨便轉個圈 它就變得非常的均勻 然後完全沒有邊際線的那一種 再來呢我要上腮紅 腮紅的話我要用兩個顏色 首先呢 這種玫瑰 煙燻玫瑰色 你看它是斜角刷 點拍 我上會上在眼尾 然後偏外面一點點 它做一個微微的斜角 所以讓我在上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拿的時候是非常的順手 然後打圈什麼的都很順手 好我上好了 然後再來呢我外圓這一裡 就是從我的修容跟我的腮紅中間呢 有一個空白處 我這邊會上烤奶茶色 烤奶茶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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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茶色 這一個過度啦 這樣就變成修容 然後稍微深一點點的腮紅 然後再接到一個比較淺色的腮紅 這顏色會非常的自然 然後臉呢就會油收 然後變膨這樣子 多功能刷 我要來上打亮 因為我打亮呢不是只上就是一小道 我不是走歐美系打亮 我是走那種 自然系臉 蓬蓬的那種 所以我要來上這樣 刷在我的蘋果肌的高點 這樣 所以我上打亮的位置是比較廣的 這樣就會 這邊就會蓬起來了 好那我來做總結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系列的刷子呢 它是完全沒毛病 用起來的手感好 然後質感好 然後體驗感也是好的 非常的優秀 價格也很甜 你知道嗎 那只有大刷子 要差不多四百多塊 其他的刷子都是一百多塊而已 CP值是高的 你看用這種比較平價的價格 就可以買到就是柔軟的這種 細光楓羊毛 給你一種舒服的享受的那種感覺 那如果你本身是喜歡彩色筆一整套 一百色你都要購入的人呢 我覺得你直接購入一整套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如果你是走那種 我只想要剛剛好就好了 我不想要全部都要 可能有一些我用不到怎麼辦 那我這邊呢 就幫你選出了一些 我覺得沒有取代性的 好首先呢 就是第一個 唇底刷這個沒有問題吧 可以刷大範圍 你像這種小細部的位置也可以上到色 那如果你是說 你要上一個什麼細部遮瑕 那你用手指不就好了 你用手指這樣 那不是一樣嗎 所以我覺得 大範圍的沒有人可以取代它 再來就是腮紅和修容刷了 因為它這兩支刷子的尺寸 真的做得非常好 是比普通腮紅修容刷還要小很多 尤其是腮紅刷 你看這一支像腮紅刷嘛 搞不好有些人會以為它是打亮刷 但不是它是腮紅刷 但是對於像我這種精緻修容 然後喜歡微整型妝容的人呢 反而像這種小刷子對我們來說 就比較容易上到精準的位置這樣子 刷子也是你知道鬆軟 然後舒服 然後刷毛的密度也都非常剛好 所以我覺得這兩支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在眼影刷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三支沒有辦法被取代 第一支呢是鋪粉刷 因為鋪粉刷的話呢 就是你知道上大面積的顏色都可以用到它 然後另外呢如果你是說 如果雲色刷的話 那也很簡單你就把這個刷子 你知道用乾淨一點 然後再雲色這樣就好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刷二用 然後像這個扁平的上色刷呢 因為它也是屬於那種扁 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鬆度 像我剛才呢就是直接上 然後就把它給暈開 暈出了一個自然的漸層感了 所以它又可以上細部的位置 然後同時呢它又可以把它暈開來 最後一支呢絕對是這個錐形細部刷 因為這一支刷子真的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我不管上眼頭打亮 然後還是說細部修容 我都會用到這一支 所以通常這一支的話我自己會買這兩支 就是一支呢是淺色專用 一支呢是深色專用 它可以幫你上最精準的位置 同時呢因為它的毛是偏鬆的 所以它上完之後呢 你又可以把它暈開 是不是覺得很方便 然後它尖尖的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上到小地方 所以這一支呢我也是推薦大家 一次可以購入兩支 甚至呢你可以購入第三支 第三支可以幹嘛 暈你的唇圓 有沒有 我覺得這支真的超好用 所以如果你對成光系列刷具有興趣的人呢 你可以直接從蝦皮購入 對不用從淘寶 因為從淘寶你可能還要等很久 可是蝦皮的話呢 因為它在台灣是有倉庫的 所以可以直接從台灣發貨 就不用等啦 是不是很棒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去蝦皮購入啦 那個點開資訊完就可以看到資訊了 好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like 或者是留言跟我說 那欣購人的話 訂閱喜歡的咬咬咬咬吧 掰 我就可以來看 然後呢 我可以來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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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